大家好,我是段段 这几天如果你有看到我的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人还在冰岛 然后今天已经是我到冰岛的第五天了 前几天我已经去了蓝冰洞 然后也去爬了冰川 还有做很多户外的活动 看了很多很漂亮冰岛的美景 然后今天我大部分行程呢 就会待在它的市中心雷克雅维克活动 所以因为前几天都是一些比较户外的活动 所以就没有办法化什么妆 那今天呢我就想说在市中心 就化一个比较鲜艳的彩妆 那其实这个彩妆呢 我是学冰岛呢 你不能说是学 应该是说受了冰岛某一种鸟类的启发 它叫做puffing 就是冰岛当地每年四月到八月的时候 然后夏天它会出现在这边的一种 有点像企鹅 但是比较小只的小鸟 然后它颜色非常的鲜艳很可爱 然后冰岛当地非常多的那个souverneur shop呢 都有卖它的小玩偶 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要化一个 跟它颜色比较类似的彩妆 在市中心拍照什么的话 比较鲜艳也比较好看 那今天我用的那个眼影的颜色呢 其实是这两个 这是我上个礼拜啊 就是飞米兰的时候买的眼影 然后其实在买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怎么用 因为它的颜色非常鲜艳 这个是有点类似桃红色 然后这个就是黄色 带着亮粉的黄色 其实买的时候我也有点疑惑 我将来可以怎么用它 可是没有想到它完全就是跟 那个puffing鸟的颜色很类似 所以就刚刚好带来冰岛呢 就可以画一个这样的眼妆 首先其实我刚刚已经把那个底妆就是上好了 那我是用蓝芝的那个毛孔隐形 身体版的气垫上的底 我并没有特别的遮瑕 所以你还是会看到我有雀斑啊 或者是黑眼圈什么 那我不介意 但如果你平常化妆很介意皮肤的瑕疵的话 你就可以多上一些遮瑕 那我是追求自然的人 所以我就是只上了一层那个气垫粉底 然后我也把眉毛画好了 所以现在就只剩眼妆的部分 首先我在眼影啊 就是眼睛上面呢 有的人会用primer 可是我其实很少用primer 就是上一个那个眼影底膏 我刚刚是用这个 这个是1028的这款Mont Blanc的眼影盘 打开之后呢 它上面这一个浅色 就是有点 看这个颜色 类似肤色的浅色 我就用它就是上一层那个打底 但就是很淡的打底 好 上完之后呢 就是让它颜色比较均匀 然后它也有点 像是定妆的效果 就是在眼皮上面 比较不会出油 之后我就会开始用这个颜色 这个是KIKO Milano的Smart Color Eyeshadow 14号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呃还有没有 因为其实亚洲很多地方 其实也买得到KIKO了 像香港啊 在它的 IFC香港 站里面 那个Mall里面就有在卖 然后因为我其实当初买这个的时候呢 它是特价 好像才2块多欧吧 所以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清库存 那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它的网络 就是官方网站上看看 或者是 呃有机会到香港 或是请朋友代购 也许可以看到 然后就上这个 拽掉 然后我会上在眼 就是从眼尾这边上上去 叠上去 叠上去 然后会往外面拉一点点 这样子 然后我比较喜欢它颜色明显一点 所以我会多上几层 你不用担心说 会上到外面很眼 就是看起来会很滑 其实不会你把它这样暈开之后啊 等一下我最后还是会上眼线 然后因为眼线是比较深色 所以它就会 让整个眼妆跟集妆 你就不会觉得 颜色太过花巧 好 这样叠上去 这是第三层 我叠了三层 然后啊 像这样子眼影不是还会有一些残留吗 那我就会把它暈到 呃就是眼睛的下面 就是会画上下眼影 因为它剩的那个眼影不会太多啊 你就不用怕说 呃下眼影也会很颜色太重 那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尝试 可是你又怕眼妆太浓的人呢 你就可以不要像我上那么多层 或是你就省略下眼影 就是下眼影不要画 然后这边像眼角什么的 我就把它稍微晕一晕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呢 最后 呃还没有 就是接下来会叠上这个黄色 呃 这个黄色是有点带珠光的黄 然后它也是同一个系列 Smart Color Eyeshadow的25号 然后啊 我就 我也是会用刷具 但如果你不习惯用刷具 其实我觉得用手 暈上去也是蛮好的 我会叠在这里 就是呃 刚刚不是把眼皮的三分之二 已经画上红色吗 我会在中间的地方 再叠一点这个黄色上去 像这样 有没有这样就一点点黄色 可是因为它是珠光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晕晕上去很自然 那因为我想要画 夸张一点 所以我会再叠几层上去 我发现现在其实这两个颜色 很多那个韩系的彩妆都有出 它现在算是蛮流行的一个彩妆的颜色 所以你去找别的牌子 有类似的颜色都画出来 然后我一样再抓一点点 呃再刷一点点 然后我会上在这边 就是呃 卧蝉的部分 有的人不是会打亮吗 那我今天 平常我也是会打亮 我今天就选这样 黄色把它晕开 像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耶 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你要把 颜色上上去之后把它晕开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自然 然后呃 又显色也会鲜眼这样 好 再多上一点点 然后呢 其实大部分 你看就是淡淡的 有没有 这边有黄色 然后这边晕上去 其实它 你刚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天哪 这个妆怎么 颜色那么夸张 可是其实你 这一层一层叠上去之后 会发现 只要晕开来说 它就会变成是很自然的 眼影的 有点像是彩色的烟熏妆 然后啊 我现在已经把颜色都上上去之后呢 就要加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我觉得蛮重要的 其实 你看哦 我这边是不是都是彩色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这样 就算把眼线画上去之后 你会觉得 妆感不够集中 你的脸会不够立体 所以在这里就有个小PayPal要交给大家 通常大家在画那个烟熏妆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看起来好严肃哦 我要笑一下 通常大家在画烟熏妆的时候啊 不是都会把深色点在眼尾吗 我今天教你 要把深色放在眼头这里 尤其是像我是眼睛比较开的女生 你如果画就是往后拉的眼线两边的话 你看起来就是脸型会 因为五官会变得分开 不够集中 那你脸就会不立体 所以我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偏好 我会上点深色在这里 然后我一样呢 是用这个 我刚刚给你们看的 1028这个梦光的眼影盘 我选的是 这个咖啡色 哎呀 这边 这个咖啡色 中间的下面 然后啊 就点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在这边有没有 就是眼头的地方晕上去 这样子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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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点点哦 你看 就是 这边就会更有漸层感 然后我等一下两只眼睛都画好之后 你就会发现 眼睛还有脸部 会变得非常立体跟集中 就是比你平常画眼线妆 画旁边来的妆感不太一样 好 然后呢 眼影的部分就这样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画眼线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 因为这个完全是我平常在使用的彩妆品 所以拿出来可能会有点 就是使用过痕迹 不是新的 这个是 我记得应该是HIMI的吗 还是MISS HANA的 好像是MISS HANA的眼线胶笔 然后我会 上在眼尾的地方 这样眼尾的地方 好 好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上眼尾 然后呢 其实这也是 我平常化妆的习惯 因为眼线比较 好暈 所以我会用一个 就是这样子 斜的刷具 然后啊 把眼尾这样子 用暈的拉开 眼线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一点点残留在刷具上的那个 眼线胶 我会这样子 暈眼头 一点点而已这样暈开 所以说妆就会比较自然 然后 再剩一点点的 这个眼线胶呢 我就会 上一点点而已 在下眼线的地方 好 所以说最主要你会觉得 有眼线 可是它并不会强过 今天妆的感觉 主要的颜色就是这样 等一下呢 我就会贴上假睫毛 然后把两只眼睛的妆都完成 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我已经把整个妆都化好了 就除了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 眼影都完成之后呢 我也贴上假睫毛 然后刷了下眼睫毛 所以基本上整个妆都好 然后我也把头发整理好了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 要告诉你们 呃 我是一个 就在这样的妆 像凸显眼影的妆容呢 我会觉得不要上腮红 因为会 强过那个眼影的亮度 所以我今天最后一步骤 都是上这个是3CE的它的highlighter 然后呢 其实我平常也会这样用 就是把它当做是腮红来使用 今天你看都要被我用完了 它是 gold pink 然后我就会 呃 上在颧骨的地方 就是除了打亮之外 你就可以觉得 可以当做是腮红来使用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 呃 光泽的感觉 然后妆容也会 就是比较完整 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气色 像这样子 有点亮亮的粉红色呢 就是也可以让气色变好一点 然后我今天就 要就是 这个造型 我今天就要在雷克亚维克市区 可能到处走走啊 然后去看一下 他们这边 听说有个很好吃的龙虾汤 还有热狗汤 然后我们就到处逛逛 如果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我会再放在网络上 给你们分享 谢谢你看我的影片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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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